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渡一些近日香港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常困扰香港的问题 香港出路的网上电台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真正的出路 能够真正解决香港现时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 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主理得不好 大家大肆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以及建议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可以做些什么呢 能够令到这个问题真正解决 简单来说如果你是特首 或者那位负责的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自己会怎样处理那件事呢 好了 那 我们今晚会讨论一下最近 报道也有提及的 就是关于大肠 大肠癌的问题 那我们的题目就说呢 我们说为什么大肠癌 是将会成为一个头号的杀手呢 还有呢 如果有多些时间呢 我们会讲一下 血管癌呢 有什么有效和安全的处理方法的 好了 今天呢 我们有一位新的主持人了 除了王岸然 同我之外呢 那我也都 有位 张景良啦 那张景良呢 其实呢 如果大家有机会在上下网啊 看一些blog啦 那他就用他的那个笔名呢 就叫做 啊 企我 这样 那看到呢 他写过很多东西的 那而过去呢 一直是在我们那个电台里面呢 是做很多监制的工作 那张景良先生呢 就会 会帮我们呢 就在香港更好大行动里面呢 是成为我们那个全职的干事了 那就是说呢 我们过去香港更好大行动呢 就是虽然 我们都觉得三年来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是没有什么机会 没有什么人手呢 就是做事的 我们只是能够提出很多问题啦 那也都建议有些什么做啦 那但是实际方面呢 我们其实呢 就是很惭愧啦 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真正大行动的 那我们于是乎呢 最近呢 张景良呢 他自己大学毕业啦 那他是读了一个 就是日本的文化的 这方面的 那他一向呢 在这方面都是 其实背后帮我们很久了 那我们希望呢 跟着一言里面呢 我们的香港更好大行动呢 是有他的帮助之下呢 我们会有很多真正具体的东西 他做到出来的 好了 那香港最近 报纸上有看到几件事啦 那最主要就是那个 大厂呀 那我们近年来呢 有很多位的政商界的名人啦 那先后因为大厂去世的 那大家原来知不知道呢 那我们所认识的人里面呢 除了马力先生啦 还有呢 还有呢 那是那个 那我们那个 广告界 有很出名的 一位前辈啦 那他都是在 就是 很年轻呀 好像都五十三岁那样呢 他都是因为抢癌呢 是过了身的 那其他我们认识的人之中呢 好像刘千石呀 梁爱思呀 李乐思呀 还有梁德昌 他们呢 其实都是有患有抢癌的 那大家认识这几位的 就是政经界的 政商界的名人呢 我都知道呢 其实他们不是很大年纪的 大概都是五十几岁 那很明显呢 那个大厂的问题呢 是几严重的 那传媒呢 都一直都有这方面的报导啦 那 根据那个香港防癌会呢 那他说 原来香港的大厂癌的患者 是近年急速上升的 那而大厂癌呢 是将超越肺癌呢 成为香港人的 头号的癌症杀手 那根据香港防癌会的主席 高永文医生说呢 他说 本港的大厂癌个案呢 近年呢 不断攀升啦 由2004年的 新增至 3500多名 即是较1994年呢 只有2600多宗 那其实幅度上升呢 差不多是35%的 那即是现时香港呢 平均每10万人里面呢 已经有66人呢 是说有大厂癌的 那那 那还比较 即是香港 邻近的国家啦 那那原来香港 大厂癌的发病率呢 已经超越了上海 北京 新加坡 和韩国 已经成为呢 亚洲是第二高发病率的地区的 那防癌会预计呢 到2010年呢 香港大厂癌的个案呢 将会升至到 每年大约4100宗 那与肺癌看齐 那当然呢 很快呢 如果这个声势继续上去呢 那就很快呢 是会超越那个肺癌呢 是成为香港 那个癌症的头号的杀手的 哇 那么快上到 现在都第二位了 是吧 现在已经第二位了 我上网看一篇文章 就说第七位的 那好像是台湾那篇文章 是吗 那台湾可能 可能情况比 所以他说 我们香港这个问题 是超越台湾的 严重 排第七的 就是应该 是啦 是啦 那这个问题 很有趣的 其实在我们的过去工作里面 其实我们都经常要处理 遇到这类的问题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 我们看到 在传媒报道里面 很快就有所谓医学界的回应 其中呢 马丽医院的外科部 那个直腸部的主任 一个手术的何慧 朱医生说 他提及洗腸 他说洗腸就可能是对 长期便秘人士有帮助 但是却无助预防大腸癌 他反而曾经说 遇过一些病人 因为洗腸太密 是洗烂腸脏 或者引发痔瘡的发作 那么他就刻意提醒市民 就不要盲目跟风 防癌会的 那个癌症的探测 和预防委员会的主席 应智浩先生说 他说主要是香港近年来的人 偏食那些太高脂肪的饮食罩 于是乎大大增加 患上大腸癌的机会 好有趣的 就是为何在同一个报道里面 医学界的所谓专家 即是腸胃科的专家 是很刻意又将那个洗腸 这个就是香港人很流行的 最近很流行的这种这样的方法 又踩他几下了 大家有没有想到 很有趣啊 那我为何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相信一般有基本的 所谓常理的人 即是如果你一听到大腸癌 那你会想到洗腸 那将腸有定时洗干净 那常理来到想 都会想到 他应该是对预防腸癌是有帮助的嘛 就是好像我们香港人都知道 你为何天天要刷牙呢 或者是厉害一点的 每一餐之后刷牙呢 那我们都知道 因为刷牙是经常清洗口看的牙齿 是会预防牙齿珠牙 或者牙齿摩洛加牙周病的嘛 那为何同样的道理呢 就是医学界人士 好像觉得同样的手法 将干净的清水 和大腸是定期 做一个清洗的步骤 是不会对预防腸癌有帮助呢 他提醒你嘛 就是洗腸会洗难腸 是的 那洗腸是用什么洗的 就是用水洗的嘛 那会不会把牙齿拆到薄晒 那我们也有这样的说法 因为洗牙 洗牙刮牙 但是用牙齿拆清水 来清洗口看 拆牙 会不会把牙齿拆到薄晒 所以我很有趣的 就是他说呢 他说呢 我们是 没有办法帮助预防大腸癌 这个是一个 外科的手术的医生 说这件事 他说呢 可能对长期便秘人士有帮助 但是没有办法预防大腸癌 我不知道他说这件事 是否有科学证实呢 是否有科学证实了呢 就是那个定期的洗脏 就是有科学证实 对便秘有效 但是对癌就没有效的 没有得预防的 我也很想知道 就是这个科学的那个文献 你证明有效就难 你证明有效就难 你证明无效就更难 就是有没有做过这个研究 就是我都很想知道 就是他凭什么 就在这个报章上 是公商就说是无效呢 就是我们始终 我们经常说科学科学 那你都要说 你根据哪个科学的文献 做过这个研究 或者看着一段长的时间 定期做洗脏的人 比较一些是普通人 就是没有这个清洁肠的习惯的人 那看看他是不是 大家患的大腸癌 那个率是没什么分别的嘛 如果你能够讲到这个研究呢 那我们都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这么说嘛 但据我所知 是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件事的 就是他说这件事 根本是完全没有 真正的科学的基础的 那这些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就是我们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会 就是会把这些 他有没有长时间观察呢 他就说 他说 就曾经遇过那些病人 因为洗肠太密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什么叫太密 洗烂条肠 或者引发痔瘡发作 这个事我都想知道 这个事与癌症没什么关系的 那他指示之后 就是洗肠是不好的 是吧 就是好像刷牙 不要拆那么多 刷牙拆那么多 你口都拆到刷牙的口腔 就是这样 就是跟一个比例 早前有个报道 好像说洗肠可能 可能 可能会引发性病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很荒谬 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真的做 如果大家真的做 会引发性病 洗肠会这样 是吧 但是 他那个说法 这个是不是两个人不相关 他拉在一起来说 就是洗肠不对 跟防癌 其实没关系 他想说洗肠不好而已 他很明显 想强调洗肠不好 洗肠是不可以防止大肠癌 他就想强调这点 我想知道有什么根据 我用普通的常理去考虑 或者是时时洗肠的人 他们有没有特别多癌症 还是你发觉是没有蚊 我觉得你看一下 我们公司就有一个 最近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说 如果香港 从来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 我们很有兴趣做这个研究 就是说 如果有人肯定期来洗肠 OK 在10年里面定期洗肠 如果10年里面 他有患到是抢癌的时候 我们将他过去10年里面的费用 全部给回他 这是我们现在的做法 我相信每个医学界这样做 我要做一个研究 如果那些人洗肠 因为在洗肠的10年里面 定期洗肠 都仍然有患癌症 他过去 不论他用多少钱在洗肠 我们公司会全部一毛钱给回他 我相信西医界 有没有人曾经做过这些 包好 不要完全给你钱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我们香港碗腸水疗中心 我们有这样的方法 大部份来我们公司洗肠 还有我们过去虽然 传媒有很多这些负面的报道 我形容很多很多 我每一个星期 很多新的人 新的洗肠客来的 那为什么呢 那些人为什么会来的呢 就是大多数 近看死了几个 会不会有多一点呢 这个我们其实 我们其实 洗肠的客人 一向都很稳定的 就是大部份我们的客人 都比较教育 水准比较高一点的 就是不会看到这些这样的 就是很无厘头的 是很无道理的报道 会受它的影响的 那当然啦 就是始终香港人 有些人都不 脑筋都不那么清醒的 那受到这些影响 我都很难怪一下 这个香港的教育问题啦 就是香港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 是不是那么多 那这个我都觉得 是因为我们教育的问题 好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 就是洗肠会那么流行呢 这个不是香港 全世界都是的 OK 那洗肠其实不是一个 新兴的行业 洗肠可以说 就是追溯到古埃及 已经有这个记载 那么耶稣基督 在他那个 在一个平安福音 那个纪录里面 都有提及 耶稣基督 就是教一些人 是保健 其中呢 他就用水 他叫水的天使 angel of water 那么他就教一些人 是怎样用炉汇 刮空一个炉汇 那么用炉汇管 就进行洗肠 那可以说 就是在基督的圣经里面 在福音里面 都有提及的 那么所以洗肠不是一个 就是现在才有的事 那么在早年 在美国的2030年代 差不多是个个家人都会做的 那么我们认识宋美龄 那么他其实他的自传里面 都有讲及的 他说他根本是美国里面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认识这个保健方法 那么他一直都保持 一生都是用定期做灌厂洗厂的 那么我大家知道了 100几岁才死 100几岁才死 早几年才过世 是的 早几年才过世 还有他的状态很好 精神状态好 他不是很早痴呆 糖尿病 高血 拿着药钓着这条命的 不是的 他一直的状态很好 一直活到106岁 那么我们再追索一下 有其他一些 例如推荣洗腸的医生 那么皮肿比较出名 就是Norman Walker 那么他自己都活过100岁 Bernard Janssen 他都是建议 写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那么这些人 是自己定期做那个碗腸 他都成九十几岁 他曾经有癌症 他都继续都活到九十几岁 那么就是我好 就是很 就是很惆怅 就是我们很多这些 所谓科学界的 就是权威的医学界人士 就是我刚刚讲出来的东西 第一 根本是没有科学根据 就是我经常都要讲科学讲科学 那其实从来没有一个科学的研究 是告诉我们 是洗腸是没有办法预防大腸癌的 我们没有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说法不行 是没有证据的 就是自己的个人意见 那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他要经常这样去讲呢 还有我们坊间经常听到的 他说洗腸 这个报纸也这么说 洗腸 还有说洗腸 是会令到我们那些人 就是我们那个血里面那些电离解 会破坏 搞坏了 甚至乎过去都经常有提及 洗腸就会令到那些做得不好 不适当做之下 又可能令到那些人 读穿别人的那些腸 好了 那这些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 其实有没有发生过呢 那其实医学上其实都有的 那但是如果你真正正正去了解 那个发生在什么情况发生呢 其实过去这些这样的个案呢 通常是发生在医院里面的 其实三零年代四零年代 暂时六零年代 其实很多医院都做的 譬如你刚才他这里都有讲及 那如果你还想做大腸那个规镜的检查呢 那之前呢 其实呢 他们都要帮你清腸的 那当然了 现时的西医院就用那个射药 射掉它 射掉它 那其实很多地方呢 都是用那个洗腸的方法 就是清乾淨了之后呢 那才做那个大腸的规镜检查呢 那当然干净很多啦 没有那些费便的准备啦 那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我都要做这些这样的检查的 大家互相同学去做 那时候你也看到的 有很多些分辨还在那里 那但大致上呢 大部分的腸的腸壁都很干净的 好了 那这些这样的整个说法 就是会不会洗烂腸 OK 有什么根据 这个问题呢 就是从一个普通的人去想 那医生 我记得其实你以前在这个节目 其实都介绍过的 就是洗腸是什么回事 就不是好像拆牙那样 就是找一支在里面锁的 是的 是一些水慢慢流入去的 是的 不是光鱼锁的 如果你说比喻做拆牙呢 反而有人会联想到 喂 我拆得大 我真的会牙肉吹血的 是的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正现在说 是用水慢慢流入去呢 那我们不如比喻就是 你会不会天天浪口 不停浪口 只是浪口而已 但会不会有机会牙肉 或者口腔穿了呢 是的 我觉得如果你是有基本的医学常识 其实这个是常理的想想 你了解了洗腸是什么回事 不要只听他说 你要了解到原来只不过好像浪口而已 不过浪的地方不同了 一个上面一个下面 是的 但是你猜水会不会这么硬呢 就会弄穿了你的腸 会好像墙水 反而呢 我听刚才你说的 有些人说 照内窥镜 喂 那些真是冻肢气 那些真是硬的 不要说内窥镜 就算那些 那些干门的那些 检查的体温 在外国都试过冻穿的 即是有小朋友 那些生命会动动 那样 那你拿那个探热针去用干探 那有生命会被刺穿了 而那个死亡率很高的 有50% 那这个其实挺有趣的 就是为何刺穿那条腸 死亡率会这么高呢 那在过去的经验来说 有50% 那好了 那他们 就是医学界经常这样说 那你说 就是他不会 就是 就是 贫空作 那是有这些案例的 那我曾经所说 他说 其实这些案例是发生过 但是发生是通常在医院里面发生的 那还有发生些什么人呢 通常呢 通常呢 腸被刺穿的呢 通常那些人呢 本身是有一种叫做 叫做 叫做 就是他天生性的 大腸肥大 就是他可能比平时的腸 是大了成四五倍的 那当然了 那条腸 如果膨胀 像个球那样 脏得很大 那些分辨继续了 那他腸壁当然会薄很多 那其实当过去呢 就是出现过这些情况呢 其实基本上呢 在医学上文献说的那些 就是这类的问题 就是这个病人本身呢 那些肠已经有畸形的问题 就是已经属于 Megacolon Congenital Megacolon 天生性的肠肥大 或者呢 有些人呢 他本身已经有很严重的病 或者是神经腺的问题 那变成他的肠的感觉方面是差了的 那至于你说那个 那个游离肌的破坏呢 其实都是主要是因为那些人的肾 已经功能差了 或者那个心脏已经是很差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是有出现过的 或者是水中毒 那我们现在说的是一般香港人 然后走上来 正正就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 有没有出现过呢 是简直是从来没有 而科学文献上呢 已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是证实是没有发生的 是不会发生的 那譬如我说回 如果大家是真的有兴趣呢 你可以呢 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啦 那我们呢 就会给一份医学文献呢 这个医学文献呢 是有成根据186的 就是那个文献的参考的 写出这篇文章的 那这篇文章呢 曾经是举例一个研究呢 这个研究呢 就是用狗 跟他做那个洗腸 那洗很多的 就是连续每日洗 洗他五个月 跟那只狗洗腸 那跟着呢 就检查那个腸 就是那个腸道 有些什么影响 那他当时他用很多不同的液体 那最简单就是水喉水 那第二呢 就用那些肥皿水 那第三个那种做法呢 就用一些acrofavum 和canfer canfer water 就是那些脏脑水 那跟着呢 就用一些是 有些刺激性的化学物质 比如那些梳打粉 sodium carbonate amonium chloride 和hydrochloric acid 就是炎酸 那这方面做 那最后呢 还用油 那用油呢 是0.5%到20%的油 好了 每日做 做五个月 那他看看有些什么 每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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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狗粥 今天已经做过这个研究 那结果他发现呢 如果你是用普通的所谓水喉水 你记住 香港做碗腸水疗呢 不是这样用水喉水的 是用经过过滤的水的 经过消毒的 在我们的中心里面 我们会将那些水 是用几层的过滤 跟着呢 用紫外缸消毒 和我用的那些管 我相信所有香港的 就是洗厂的公司 都是用那些 用原积棍的 是不是 今时今日 你以为 香港人工便宜吗 还买气 还拿这些消毒 来到每些管 用了消毒再洗 是不是 全部都不是的了 都是用那些 用原积器的那些管 交管用的 好了 这个研究发言 他说 如果我只是用水喉水 他见到 他看回腸壁的影响 他只见到很轻微的 有发炎的地方 他觉得 这个发炎的地方 不是用水 即水怎么可以充对发炎 大家都知道 根本是很难的 他发现的原因就是 你知道 狗不是那么乖 用来用去 用来用去 这些轻微的发炎 是因为狗是动动的 即是站不定的 会影响到的 好了 但如果你用那个 肺肝水来洗 那就不行了 真的要看到发炎 就是你里面看到发炎 其他一些 如果用那个 张老水 有少少影响到 如果你用那些 就是那些 梳打粉 或者加些 炎酸 都有看到轻微的发炎 如果你用油 那就完全没有改变 就是完全没有 为什么用那个水喉水 有少少发炎 用油就没有了 其实很简单 油是很软滑的 你插支管在这里 就算狗扭一扭 油的软滑 就是扭不了它 不会抹到 不会磨到 腸壁的那些 所以看到 其实五个月 一日做 不要说洗难腸 根本一点的 精算都没有 精算都没有 这些资料 如果我们 为什么教授脱口 出来就说 我相信 始终 他还是肠胃科 当然了 他是开刀 如果我们用洗腸的方法 令到那些人 是肠健康的 是一点都不用开刀 对他来说 当然是很不利 其实 大家有听过 Katlock 这家粟米田公司 Katlock 是一位医生 J.H.Katlock 他本身也是肠胃科的手术医生 他在米芝根 Michigan 曾经有一间 我叫做疗养院 好像香港的养和疗养院 不是医院 是疗养院 他处理过 四万个病人的个案 通常是肠胃 是病的 他用他的方法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用饮食 饮食通常是高纤维的食物 所以Katlock 牌子 那些面包 那些粟米 全都是高纤维的 接着就运动 有些物理治疗 还有洗肠 好了 这些四万中 有肠胀问题的病人 是经过这样的处理里面 他发现四万个病人里面 只有二十位是需要 要是开刀 来到 切除 那个肠的问题 嗯 那你能看到 就是我们 这里很容易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外科手术医生 你看到这些 大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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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死 哈哈哈哈 这个不是我们作出来的 这个医学文献人 你的实际的记录 J.H.Calloc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吃他的粟米 加在加勒斯里面 加在加勒斯里面 用洗肠 用饮食的方法 用运动 加一些物理治疗 按摩 治疗 以四万中里面 只有二十位 是需要割肠的 医生 你刚才说 这个文章是可以给人看的 是的 这篇文章 我们的网上 可能也有剂 我们将这篇文章 丢上网 最简单 你走来找我们 你都浪费你的时间 过来 我将这篇文献 尽量 不过英文的 原文是英文的 我们会放上去 给大家参考 或者我们少休几分钟 我们再进一步讨论一下 让大家对大抢 碗抢这方面 有真正的认识 始终抢颜 不是一个小问题 我们实在是一个 很大的危机 作为一个精明的 香港人 应该想办法 是保护自己的 好 我们小休几分钟 跟着继续 哎呀 你转天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均是3w.h-e-a-l-t-h-s-h-o-p.com.h-k 医生 是 讲开你说 洗腸 我当然没有帮衬过 其实认识不大 但我知道 基本上不是说 医生 医务所 或者健康中心 才有洗腸服务 好像所有美容院 很多都有 是呀 香港可以这么说 是呀 全街都有 是呀 是一种美容方法 是一种保健方法 始终美容和健康是分不开的 始终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现在很多美容院 其实所做的事 都是一种增进健康 所以医疗界 和他们常常有这些争扎和糾纷 就像你搅拌过的界 其实大家都在做这些事 你看现在那些医院里面的大广告 很多是做美容的事 是的 你说得很对 我曾经所说的例子 在医学文献是已经有记录 但是他说是全医院里面发生的 不是我们的 就是洗身的人 洗身的人的肠 就在医院才容易 在医院才容易 因为他少做是吧 你比如一个中心 日日做 你公当艺属 就不会出现意外 是的 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 而且说真的来说 据我所知 香港没有医生会做这件事 就算被他做也不会 但很奇怪 虽然 其实换场是我大概在92、93年开始引发来香港 可以说是我将换场和排斗的概念 当时是带进香港和亚洲的 我们知道当时传媒有很多报导 因为香港很多名人都来做 大家都知道 大安娜在英国都是做洗厂的 他一直都有 全部都经常报导这件事 自从我们将他带来香港 由香港去到其他国家 比如台湾、中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 除了那些 洗烂腸 你今时的身份 没有啊 为什么这位教授这么轻松 就说又会洗坏腸 我都觉得他 看多些医学文献 但他已经说清楚了 这是医院里面发生的 不是洗腸中心 是一样可能发生的 就不一定会发生的 没错 那洗厂是否一定要帮衬医务所 医务所是难的 因为香港是没有的 某个程度上 你会觉得是一种 骚髒的医务行业 你真的要遇到很多分别 有些人做了 有些人可能漏了一点 所以对我所知 其实很少医生会去做 虽然在自然疗化医学院里面 我们所有人都要学 我们都要学做碗腸 要做十诈 但是真正正正 在应用方面 很少医生自己会做的 通常都是去训练护士 当然在美国有碗腸的机构 有个标准 有哪一级要学多久 有哪一级要训练 有哪一级要训练 然后一路一路上升 所以碗腸 虽然是祖然 其实祖然的碗腸 在美国的家庭 是一个家企常用的 你说家企常用 那就是说 他懂得自己做的 是呀 你用洗箱袋 简单用洗箱袋 或者可以用那些 抗拎玻璃 抗拎玻璃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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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 即是DIY的可以 过去大部分都是 即是不用碰衬 根本是一个家企保健的方法 我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一位75岁的退休大学教授 他这篇文章叫做简泊日子的简泊方法 简单方法 他说回他 他早年小的时候 他当时是75岁 说回他70年前 那时候是一个小孩 他家的祖母 三年年代过世 他说那时候 他的小孩有什么问题 他第一件事 就立刻做洗腸 接着用很简单的草药方法 照顾很多问题 他小时候没有打任何的疫苗注射 例如八日咳症、麻诊症 当时还没有 而当时的抗生素和特效药 都没有出现 起码要多20年才出现 他小时候 他和他的兄弟 他很容易遇到这些病 根本是很容易处理的 他自己经历过八日咳症、麻诊、山榨塞 根本可以这样说 他们完全不需要用药 或者是医生的帮助 他妈妈、祖母 很容易、很简单 是帮他处理的 我们小时候很多这些病 但都没有看医生 其实这些病 我们叫做 self-limiting 你不要拿东西去弄它 我觉得最重要是 你最重要是 不要弄它 不要拿东西去压制症状 不让它发出来 其实很多后遗症 都是因为拿东西去干扰它 这位退休大学教授 他说回他童年的经验 他说 好了 直至到四年现代 抗生素出现了 所谓叫做大孝药出现的时候 这些这样的 家庭的祖母 家庭常用的 所谓叫home remedy 家庭处理的手法 慢慢地被人遗弃 医学院不教了 不单止不再做 不再说 虽然早期医生做 于是这些就不再说 不单止不再说 开始就 说他 说他 无效 危险 这些这样的语气 就慢慢地出现 虽然 你看回医学那本 天书 Physician's Desk Reference PDR 就是说了药 他都说得很清楚 大孝药抗生素 那些疫苗注射 和很多远代的药 全部都是很危险的 亦都有很多 很严重的副作用 而相对 这些这样的 简单的天然的方法 就是家常用的东西 很多家庭在50年代 经常都用的 是非常安全的 我就是50年代 我说过 现在人们是失存的 以前的父母 我是懂得如何医治小孩 现在那些是完全不懂的 就是受得这个 我妈已经是了 一有什么事 去医院 去医院 我们记得我小时候 例如你发烧 通常就包着你焗一下汗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做法 他有很多方法 老人家 大人都已经知道很多东西 他基本的医疗是可以的 但现在是不行的 这些传统的折位 就越来越失存 这位退休的老教授 这篇文章都很久 他清楚说出来 他小时候的经验 和现时的人 越来越没有 医学界不单不再用 还要用很多负面的资讯 去吓人 叫他不要用 但他过去经验 是非常有效的 我想更加严重的 也不是说他 总之抹黑他 说他不好 我记得你也说过 现在香港的法例 他连说也不准你说 是你现在说也不行 如果你说洗腸可以有些放任 是犯法的 是犯法的 香港现在的资讯 言论自由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说很肯定 抢颜会成为第一大杀手 一定会出现 对不对 好了 你说昨天所医生 都这么想 其实不是的 医学界 大家相信 都听过 一位叫做 Dr. David Rubin David Rubin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Everything you want to know about sex but were afraid to ask》 那本书很出名 我读大学的时候 七年代 我记得有这本书很流行 原来他写过另一本书 就是祖父祖母或者Great Grandparents 那一代 他们说 他们已经很知道便秘的危险 还有如果我们的肠 排泄都不好 是很危险的 所以很多百年前 我们的祖先 已经直觉上已经知道 我们应该是不应该将这些 就是给这些这样的 污糟的消化那些残余的物资 在我们的肠壮大肠里面 是逗留的 那他们就会用什么呢 用很多这些所谓的high animal 就是灌肠 或者colon irrigation 在洗肠 将这些污糟的东西去清洗 那他这本书 他都很强调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效 处理我们很多文明病的方法 那还有一位 我相信 大家都听过 那个Henrich Maneuver 有没有听过 Henrich Maneuver Dr.Henrich Maneuver Henrich Maneuver 就是说 你吃东西的时候突然间 接近了 那你怎样将这个食物 迫他出去 那就是将病人 或患者 你抱着他 把你的拳杖 双手枝 在那个空格下面的地方 那么大力 一谷 就将他收出来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这位医生 Dr.Henrich Maneuver 那他太太 是Jane Henrich 曾经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 就叫做 What your doctor won't tell you 就是你医生 不会告诉你 那他这本书 他就说到 他说 根本有很多的证据 显示 便秘是会导致疾病 包括 腸癌 和很多其他的癌症 那这本书 是第163页里面说的 叫做 What your doctor won't tell you 那个作者是Jane Henrich H-E-I-M-L-I-C-H 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图书馆问一下 有哪些本书 或者没有 你们可以去上网去买 What your doctor won't tell you 好了 那他说 在英国的医学雜誌 那个针刺里面 其实都做过这个研究 他说 如果那些女士 她的大便是 就是不频密 或者是 那个时间 即是不 regular 即是不规律 这些女人 她的乳癌的机会 不论是良性 或者是惡性 都是多于有些女性 她每天都有一次大便 哦 下面影响到上面 没错 那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你下面 排污那方面做得不好 那些骚髒东西 在哪里去呢 我们身体的血管里面 或者是蓝巴 就吸回下去 是的 所以去到哪里 就影响到哪里 如果你去到眼 你的眼睛模糊 去到乳房的细胞 可能是毒害的细胞 令乳癌的机会更高 那么简单 这些毒素 如果在腸壁 不断地来到接触腸壁 你自己用简单的常理 整天都洗不掉 有什么可能 它不会影响你的腸癌的机会呢 好了 这个说法呢 至少在英国的针治医学雜誌上 我已经说了 乳癌都有这个直截的关系 是吧 便秘和这个 好了 如果我用碗腸的方法 碗腸呢 其实是拿清水干净的水 和我们的腸做一个运动 一个水来的运动 其实我们用的水的压力是很低的 通常是低于1.25磅1磅 这个代表多少呢 如果我们平时 如果我们大便 谷大便 我们是说5磅6磅7磅 现在我们是说1-2磅的水压 其实水不是这么冲进去 其实这些暖的干净的水 是慢慢流下去 那你的腸当然流到这样 那你的腸就会感觉到 它赚的压力 还有水本身有个重量 有个体积的 那就是等于好像纤维那样 为什么我们经常要求人们吃多些纤维呢 会帮助我们大便呢 那其实同一个道理 我们的水 因为它的体重和体积 是会刺激那条腸 那腸在这种刺激之下 就会有收缩 是我们的腸自然的收缩 是将这些脏子排出来的 那当然了 经过水浸过一会儿 可能半分钟 浸淋了那些脏子 是更加容易排出来的 那我们知道 我们大腸 我们的食度里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淋巴结 可以说我们身体里面 80%的淋巴结 是我们的腸道那里的 那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腸里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菌 有成四百多种菌 我们的腸里面 菌的数目 是多于我们身体的细胞的数目 那你自己用一个简单的常理来推测 我们的淋巴结 在我们的腸里面 大部分都在我们的腸道 我们身体有这么多的好菌 就是很明显 腸里面的好菌 和大腸 我们的腸道 对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是一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那你洗 那你洗就不洗了 好好的坏的都洗完了 没错了 很多人就经常有这个顾虑 洗腸又不好 因为身体的好菌都清掉了 其实我们已经有人做过了 分析一下 你里面的肠里面有什么菌 他发现其实你肠里面有什么菌 是很视乎你吃什么 如果你吃的蛋白质高的 身体的肠会变成的 如果你吃的高炭水化合物的食物 那肠也会变成的 那我们的肠的环境是很视乎我们的食物 即是我们的肠的菌造是不断来到改变的。 我们正常的人,我们肠里面的菌应该百分之八十是好菌来的。 但我们发现大部份的人,我们的饮食习惯令到肠里面的菌大部份不是好菌,是很多坏菌。 在洗肠过程是无疑,你是会将肠里面的菌好坏都清走。 但是我们一般的洗肠的做法,过程里面,我们事后会叫病人吃一些益菌, 或者在肠里灌一些益菌。 即是我们做一做的清洁之后,将那些骚髒的东西清掉之后, 接着就种一些好菌。 所以在一般的碗肠水疗的地方,大部份人做完之后, 可能直接,最后由肛门加一些益菌,或者是时候吃这些益菌。 即是你可以看到,真真正正市面, 传媒经常说,香港医学界,外国医生不是这么想的。 也有很多写书推荐满唱的好处。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 其实在外国也有医学上的研究,做这些洗脏, 其实菌是洗不到的。 即是你洗不清,就算你用那些消毒药水疗也好, 你都不能全部都清掉。 而且那些菌是自己会生长的。 你将那些骚髒菌洗了,种回好菌, 那你从而将那些好菌种回来的。 我们经常听到,这些洗脏会令到那些游离机、 电离解、链的甲会干扰它, 导致心脏不亏这些问题出现。 那这些说法有没有根据呢? 是有的。 就是这么说, 为什么出现呢? 就完全在医院里面那些严重病患, 神衰竭的那些人, 就有这些情况。 但是你知道, 香港做洗脏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是一个正常常, 不是那些严重病患的人去做的。 好了, 那在美国是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就用十七个, 基本上是没有病的, 就是大部分我们那些满腸的, 就是没有什么严重的病患的人, 那他们就帮他做洗脏的。 那他们的年龄是由老中乱都有的。 那他就会帮他做三次满腸, 一个星期里面做三次。 那首先呢, 就是抽血, 看一下他里面有没有, 就是他那个电离解, 血液里面的电离解是什么的状态。 那跟着呢, 就再做三次。 那到第三次呢, 就之前抽血, 之后抽血。 那他分析一下他里面的电离解, 发现是完全是没有干扰。 那就是说呢, 我们这种经常是说, 这些洗脏会令到人的那个, 血里面的那个电离解会受到干扰, 是做到破坏呢, 令到他不平衡呢, 其实除了发生在医院里面那些严重的病人之外, 在一般的洗腸的大众里面是未曾出现过, 也都证实是不会出现了。 那就是医生说了很多技术性的东西, 那总之一句到尾呢, 就是洗腸是不会洗烂你的腸的, 是吧? 也都不会那些什么鬼, 什么什么肌散了, 是吧? 就是有医学文献, 大家看不到医生, 其实是一堆文件在这里, 这些全部是有根据的。 有根有据, 就是我们不要胸口说白话, 那为什么我们医学界那么强调, 就是说这些简单有效工具不好呢? 整个医学界, 就是有得大学之后, 都是这样的走势, 很简单, 就是水又不能够有专利, 是吧? 又不能够有赚大钱的, 所以你要别人, 就用一些没有专利的方法, 简单, 家里自己进行得到, 不需要医生帮忙的方法, 对医生来说, 当然绝对没有好处, 还有很大的损失, 你知道有抢癌, 或者做这些规径检查, 做一做都不便宜的,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背后, 是因为有很多利益上的冲突, 在导致这方面的问题。 医生, 你这样说下去, 其实我们不难想象, 还有很多的, 卸弱的制造商, 有利益, 譬如其他那些, 开刀, 儀器的人, 也有利益在那里, 但这些说下去, 会很远。 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 对不对? 为什么一些这么好的方法, 绝对是可以理解到, 如果我们医学界, 对碗腸的观念, 不是那么负面, 真真正正的了解, 碗腸是一回什么事。 我们相信, 大腸癌, 是否会成为头号杀手呢? 我觉得是不会的, 我们是有绝肌。 我是怕的, 也不只是大腸癌, 也不只是大腸癌, 也不只是心臟病, 什么东西。 那个数字, 可能到最后是互相比赛, 一时换一下你, 一时换一下我, 因为每个东西都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一个问号, 为什么大腸癌, 将会成为头号杀手呢? 大家可否给一个简单的答案呢? 这是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 很简单而已, 有些人不是很想你知道, 一些简单, 安全又有效的方法, 去保护你自己。 什么话呢? 因为西意, 怕没有生意。 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受这些没有根据的人士, 不断来评击一种简单, 天然, 有效的自己帮助自己的工具, 安全, 安全, 我们大腸癌, 一定会成为头号杀手。 那我们能否改到这个趋势呢? 就视乎我们香港人的智慧了。 好的, 那我们再少休, 然后几分钟, 我们会下次继续来讲一讲。 我们下一个题目, 就是关于血管癌, 很有兴趣的, 我想说很多人。 好的, 少休几分钟先。 当然, 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医生, 近期香港, 这几天都莫过于炸铁工人, 港岛区的补选, 尊为觸目。 还有一件事, 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政治甜点。 因为有一个香港人, 近期很爱大的, 所谓一个女神。 如若微大壮, 就说, 哎呀, 驾到脑子有个血管瘤。 血管瘤。 即是, 即是, 那些记者说, 哎呀, 那怎么办? 怎么办? 他说, 没有的。 关心的程度, 明报又做特告, 就去访问一些所谓的医学专家, 怎么办? 写一篇文, 我看到了。 这件事都可以说一下。 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怎样说呢? 这个问题。 这个专家, 叫什么? 中大威尔斯参与医院放射诊断学, 顾问医生, 叫余俊豪。 首先, 这篇报道里面, 外国文献就这样说, 如果脑血管瘤是小过7mm, 那就多数不会爆。 而本港七成患有脑血管瘤的病人, 就算血管瘤的直径是小过5mm, 都会有机会爆裂。 香港豆腐和外国不同? 是的, 首先, 要搞清楚, 现在余大壮, 好像只有3mm, 很小的。 3mm很小, 例如说, 很大件事, 他又说, 例如说, 如何处理呢? 原来是一种叫透视微创手术, 成功率很高, 到七成至八成高, 如果做完之后, 有病发症, 也认为一成左右, 轻松一点。 他给了很多数据, 1995年至2001年之间, 威斯西黄医院, 和97个这类型的病人, 做过这种手术, 大部份七成的病人, 那个瘤, 直径是小过5mm, 即是他们大部份小过5mm? 但好像刚才所说, 都有膨大或爆裂的现象, 即是会这样, 即是介绍一下, 手术如何做, 将一些线圈, 不知如何, 即是固住它, 我不太明白, 他试试了。 即是血管瘤, 即是血管壁是薄了, 即是脏了, 因为大家吹气球, 突然间有一个地方, 譬如是长吊气球, 吹到这样, 可能有一个地方, 突然间脏了, 你看到脏了, 当然血管壁会薄, 即是会爆了危机, 就会出现原因。 总之他说, 效果就是用线在里面, 固住它, 阻止血液, 冲得太多进去, 就不会爆了, 但是他也有一个字眼, 很有趣, 他只是说, 减低血管瘤爆裂的风险, 减低而已, 但没有说不会出事, 事实上, 他有数据都说, 就算做完一次手术, 还要再补造的人, 都会有17.5% 就要再做第二次, 是的, 要再做第二次, 是的, 他又要说一下, 是否爆了, 可能引致中风, 残废, 甚至会死, 好像身体里面, 整个计时炸弹, 不知何时爆, 很大压力, 他最后就是给一些表, 你这样看看, 鱼大壮这个案子, 他画图出来, 他不知在鼻后面, 在鼻后面中间, 我见有些报道说, 他自己说, 很难做, 所以医生就叫他不要做, 现在你监察着他, 监察着他就算了, 监察不是医疗, 即是等下, 即是一年振他几次, 看着他有没有大, 再大了才算, 好像没有药食, 他有什么症状, 他访问鱼大壮, 他就说, 不怪我这么多年都头痛, 他自己说, 他认为, 可能因为这个所谓的血管瘤, 这么多年都头痛, 他早前有一次, 特别痛得重要, 老公就叫他不要, 都是偎爷, 要进去做磁力, 他先生好像是老科医生, 所以他做了检查, 就评到, 有这样的东西, 他就认为, 他头痛就因为这个血管瘤导致, 是的, 他就这样认为, 即是, 如果再, 什么就是爆血管, 是不是就是爆血管, 如果爆, 他就说, 一爆就很危险, 即是等于中风, 即是流血性中风, 我知道中风有两类, 一种堵塞性, 一种流血性, 流血性, 听起来真的很危险, 始终我们一般, 类民, 老的爆血管, 老的爆血管, 即是一般中风爆血管, 可大可小, 是的, 首先, 医生, 我再问问你, 其实, 是否严重到这样, 还是会不会, 或者有其他方法处理, 是否搞得不能医治, 我们看到有很多疑点, 第一, 外国的研究说, 7mm的血管瘤, 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多数不爆, 多数不爆, 而香港很有趣, 他会找一些专管7mm以下的, 多数不爆的做研究, 所以, 我就开始怀疑, 整个sample, 那个区域就已经有问题, 人家都说, 少过7mm是没有问题的, 你要医治, 要医治多过7mm, 要找一些5mm, 是少过7mm, 人家说都没有事, 就医治那些, 接着说他没有事, 接着你说, 因为没有事, 因为你医治了, 不, 因为, 那么小时候, 他就已经先吓你, 所以, 已经不能够等他, 将到7mm, 才再做, 所以做不到这个研究, 大家看不到这个逻辑, 对不对? 人家说, 7mm是没有事, 你不碰他都没有事, 接着, 你做了一些, 7mm以下的, 你做了之后, 你就说, 他们没有事, 结论就是, 因为你做了, 其实, 你觉得有点奇怪, 他说, 哦, 香港的人不同, 是不是香港的人头小一点呢? 所以, 他就小一点, 这个我说不出, 就是很有趣,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了, 他当时, 他为什么做呢? 我好像看到, 他们说, 因为他们中了风之后, 去做, 是不是这样? 有没有说是什么人来的呢? 他又没有说, 特别指明是哪些人? 好了, 又说回余药薇的情况, 他的头痛, 其实很多人头痛, 是不是? 就是经常头痛, 所以, 头痛是不是有这个血管瘤呢? 其实, 也是很值得懷疑的, 就是一个, 根本头痛有很多因素, 还有, 为什么我们血管瘤的问题这么难搞呢? 因为, 大部分的血管瘤, 唯一的症状出现, 就是当它爆, 他不是因为平时头痛痣, 就是我, 我处理过这些血管瘤, 通常是中了风之后, 才发现, 噢, 原来他血管瘤, 昏迷了, 就不是说, 因为他头痛, 走去检查, 发现血管瘤, 所以, 根本我们, 有些人, 在意外, 被子弹射到脑子, 他都留了那个子弹在脑子里面, 他都不会站在那里, 去割出去, 因为, 子弹很大粒, 是的, 大过那三个粒, 就是, 他看到, 起码手指尾这么大的子弹, 那些人都不理他, 他未必会头痛, 其实, 我们痛的感觉细胞, 在我们身体里面不多, 在我们骨里面都不多, 通常是我们皮肤的表面, 所以呢, 余药薇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血管瘤, 而导致他的头痛, 这个值得斟酌, 通常我相信他们的做法, 都是用止痛药, 止痛药吃下, 他就不痛了, 止痛药, 是不是令到血管瘤, 小了而不痛呢? 你自己想想, 很明显, 他的止痛药, 不是缩小过血管瘤, 神经麻痹了,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疑点, 他的血管瘤, 其实和他的头痛, 可能是没有关系, 我还看到一些很有趣的, 记者还拔到, 他说, 他先生知道了之后, 很紧张, 叫他不要走路了, 坐的士, 怕弄爆, 不知道怎么办, 余大哲是幸福的, 还是怎样的, 他老公是老火医生, 刚才我们提及, 医疗的无知, 其实是很广泛的, 专家, 和洗脏的负面, 其实根本完全没有根据, 我觉得这个无知, 所伤害的, 就不是一般普通人, 其实医生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 其实是一个很可悲的情况, 你说去管楼, 现在余若薇他们, 他就说不去割, 应该不搅着, 我曾经提及, 其实去管楼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一直都处理过, 我们通常用一些叫同类疗法的方法, 我记忆之中, 我有一次有个病人, 我初个想念, 大家一起去玩, 去长江三峡, 买了飞去玩, 结果未出发之前, 他就中风昏迷, 进了医院, 结果他就不能去, 我们自己去玩, 回来之后, 他还未醒, 最后我们就发现, 原来医生诊断, 他有血管瘤, 他大概只有五十多, 五十尾, 他就有血管瘤, 中风昏迷了, 那怎么办呢? 结果我就用同类疗法的方法, 我用同类疗法的药物, 叫做Beritamur, 这些药, 我给他家人, 叫他去医院给他吃, 没多久, 他就醒了, 醒了之后, 接着来我们的诊所跟进, 几个月之后, 他可以这样说, 最初还有很多记忆方面的问题, 忘记了一些东西, 走路不稳定, 会跌倒, 但医治之后, 他完全痊愈了, 都忘记了我治好他, 他以为自己痊愈了, 他是一个昏迷的病人, 我亦都有另外一个病人, 他年轻轻的时候, 中风, 导致他一边的手伤残了, 他做事, 用力, 没那么好, 但不是说萎缩了, 但是差很多, 他很小, 好像二十多岁, 是中风, 他现在已经四五十岁, 问题仍然存在, 虽然这个问题很久的历史, 我觉得, 始终能够做到一些东西, 我都尽量试一试, 我亦都是用同学疗法的疗剂, 很有趣, 我用同学疗法的疗剂, 这种药, Berium, Berium这种物质, 在同学疗法的弱点里面, 是对这些血管这方面的问题很有帮助的, 结果没多久, 他觉得, 曾经受伤痰缓的时候, 能力方面好很多很多, 还有整个人的性格, 自信心, 很多东西都改了, 这些例子, 我们一直都见过, 除了血管瘤, 有时候, 有些人面部的血管瘤, 整个血管瘤, 整个面, 一半面都是这样的, 红血瘤, 我们过去都一直用同学疗法医, 可以完全医治到一些痕迹都没有, 所以, 很可惜, 香港人, 不是很形式这种方法, 这个方法不是一个新的方法, 这个方法有二八三陣型历史, 并不是普通胡客阿姆的无知人用, 用的人, 包括很多大文豪, 英国王室, 维多利亚女王, 一直都去采用这个方法, 那么多人都有血管瘤, 同类疗法, 还是同类疗法, 同类疗法, 就是用这个方法, 同类疗法, 可以说全世界第三大医疗, 有85个国家, 有专业的同类疗法医生, 进行同类疗法这方面的治疗, 所以, 看一点, 我们都说了出来, 我们都希望, 不知语大壮听不听到, 听不听到, 如果有机会, 我们都很乐意, 帮帮帮他, 因为他都为香港做很多事, 我都希望他可以快快快快快, 他听到, 又要肯来先, 我整天都觉得很有趣, 上天很奥秘的安排, 不要介意, 我家的先生是医生, 其实我家的家族也有五个医生, 全部是专科医生, 所以不要介意这件事, 没什么所谓, 大家互相切磋一下, 最重要可以用一些, 简单安全有效的方法, 将身体交回家, OK, 好了, 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希望下个星期, 会继续讨论其他方面的问题, 听众方面, 如果你有什么资料, 或者有什么认识的人, 对香港有些存在的问题, 有些独特点的见解, 或者解决方法, 我希望你跟我们联络, 我们联络的电话, 在我们网上都可以看得到的了, 好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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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